巴基智勝無論是三歲還是八十都應該聽過的馬名 因為他輸起起跑線、贏在終點線的時跡 為香港各大市民所驚訝 巴基智勝在14年8月的多維爾馬場舉行的 雅康納拍賣會中參與競投 最後是18萬歐元由香港賽馬會投得 而巴基智勝的身份是有別於其他自購新馬為拍賣會新馬 2016年3月18日 巴基智勝在香港國際馬匹拍賣會 被馬主丁志強先生以600萬港元買入 並交由高東來訓練 向來出自拍賣會的新馬質素不一 600萬絕對價值不非 對幕後來說是一個賭博 但以負系源自巨人長體、母系源自明畫家 血統上兩線都是有質素保證 解釋了馬匹有價有市的原因 起馬匹未正式出賽時 香港鎖市大閘軍鍵前段勵慢 沒斷持追 所以馬匹可以說是不是正宗的短途馬 長遠來說可以跑上中距離賽事 在2016年7月1日 巴基智勝首度上陣新馬賽 以14檔大外檔出戰這場1200米賽事 除了路程較短 同組所有對手都已經參賽過 所以巴基智勝在進度上也比較落後 獨贏16倍的馬匹 在這場一開閘就已經大萬閘 面對眾多不利條件 再見到內蘭位置吉利馬王中間自由雲 尾山幸運神區尾伊天膽遙遙包尾 就是巴基智勝 差不多進直路了 前面放出來的馬有輕蒂虹在內 外面可仁宜兩馬拍出來放 第三位當旺財內蘭第四 還有凝進 秘密武器遮後一層 粉紅袖在內蘭那一隻 再見到中檔位置還有阿凡達 最外面海飛翠追緊 繞到最後300米 巴基智勝在內蘭位置 正在鬥的是可仁宜 在後面還有阿凡達上 還有秘密武器粉紅袖 外面追求的是阿凡達 最外擋的就是巴基智勝上來 最後100米 巴基智勝大外擋 逢馬過馬已經湧上來過了 跑第二名的馬 兄弟熊可仁宜 第四名是秘密武器 結果巴基智勝真的殺了 出閘是慢,亦預算了 都是很有蠻勁的馬過 巴基智勝由落後馬群到反超前 用不密難以形容他的贏馬姿態 但末段時間一看是21秒22 是什麼概念呢? 上多湖是主席短途獎爺馬的末段時間 22秒28 進要首位快步速 巴基智勝這個末段時間是超音速 不少報紙、雜誌都出來報道 巴基智勝頓成城中熱化 令更多馬迷震驚的是 平榜完一下子就幫馬匹加了16分到73分 馬匹在來季出戰三班 亦不可以援手綁出賽 馬防當然是炸型 但即使是這樣 在9月18日出陣的巴基智勝 真情14米 再一次由最尾衝上 奪得冠軍 其實跟初出一樣出閘萬閘 沿途落後直路飛出大外蘭 沒段輕打一兩邊 已經打踏贏馬 但這種贏馬方式 好看並不實際 在10月16日的二班14米 巴基智勝再一次萬閘 以及轉彎飛出大外蘭 但在當日場地形勢利放之下 這樣的跑法本來輸蝕 再者同場亦有大摩馬房威力川 同樣側身冒起 最後巴基智勝狂追一段 仍然在威力川後跑第二 畢竟當時巴基智勝年紀輕輕 出賽經驗不多 起高班出賽盡要跑中榜 形勢不算有賺 而且這種放棄頭段指衝尾段的方式 好容易被人看穿 11月20日的二班16米賽事 潘頓將澤大大率先走掉 抵抗巴基智勝上前 最後巴基智勝又跑第二 可見巴基智勝的跑法實在單一 而馬房也知道短期的評分上漲太多 會令到馬匹戰不到很多上風 在經歷之後 在12月國際賽日跑第五名 連續幾場都有失利度 令幕後決定將安上人由蔡明肖轉交莫雷拉 12月27日 巴基智勝在當日由莫雷拉跨下出戰新馬錦標 對手只有三四班馬 級數上在巴基智勝可以說是贏了 當然整場賽事馬匹都不是風平浪靜地表演 轉彎一度搶口走上去 直路內閃不轉腳 不過能力足以讓馬匹贏出這場賽事 新馬錦標的勝利是一個奠基石 為馬匹進佔四歲大賽的前瞻 雖然巴基智勝充滿聲味 但莫雷拉都是改為拆騎佳龍區 而且這兩匹馬的賠率 佳龍區明顯熱頭 巴基智勝其實這場有進步 出閘已經爽快很多 不過沿途步速慢 馬羹緊迫勝競跑 巴基智勝很快就按內不住走出三達望空 以至直路未有再度加速 馬匹和幕後要認清的是 流放必須要做得更加好 這樣才令馬匹的爆發力完全展現出來 來到高水平賽事也不可能每次大讓賽 你進步的同時 別人都會進步 除了馬匹能力 騎師拆騎上也要改變策略 所以來到香港經典盃 巴基智勝重新流到最後 但江口已經比以往穩定得多 最後輸給佳龍區跑第二 可以見到馬匹進有潛質 未見底 然後正本氣香港打比 巴基智勝流前鬥後 而佳龍區繼續前置 純講跑法的話佳龍區主動 再講馬防 大魔的馬海戰術 可以為佳龍區爭取最佳形勢 巴基智勝都有扣女幫手 不過沿途走位難免會被動 兩匹馬在這場四歲馬頂級賽 來一個了斷 佳龍區不敢待望一路押著二踏 再後面的馬還見到美麗傳承 後一點才… 見到黃衣、紅帽的隻 就是喜黃暴 踏出去追的馬 有大紅徒、英雄那些馬 在馬嵐駁位 綠色衣服 巴基智勝 好,最後三把 佳龍區已經突圍而出 後面的馬有美麗傳承 中檔巴基智勝 殺上來的勢都很厲害 入面位置還有呢 就是這隻四季王 兜到最後八多米 佳龍區儉先 巴基智勝 他著在追上來 今年打給哪隻啊 佳龍區贏啊 第二名 巴基智勝 第三名 美麗傳承 以及四季王 需要拍照 結果這隻佳龍區都不負眾望 素潮快起轉入直路時 就已經將馬匹留到中達穿上 可以說跑得很美 最後跑第二 而固然可惜 他只是輸給佳龍區 但能夠在四季王 美麗傳承前過終點 相信在馬匹心中 早已認定了巴基智勝 具接斑馬的能力 當然跑第二對幕後是一個遺憾 所以在之後 呂黃杯 幕後再替馬匹加操 希望讓馬匹爭取第一個一級賽殊榮 但馬匹再一次面對昔日的安上人莫雷拉 A隊人馬曾合拍贏過新馬錦標 如今卻成為縮敵 因為莫雷拉走去騎日本馬代表身寫實派 最慘的是 這場正直大勇的巴基智勝 本來已經贏過明月千里這匹馬王 但遇上中段變咒 走上領方的身寫實派 一條直路 巴基智勝加速再加速都過不到身寫實派 巴基智勝成為四歲三冠王 打給女王杯雙鳥冠軍的美夢 都因為越不過莫雷拉的座棋而失落 巴基智勝不知是否因為這樣而對莫雷拉反感 在6月25日的千八米賽事精英碟 馬匹起步後跑了大概兩百米左右就拒絕展步 即使莫雷拉向巴基智勝打邊幾下 巴基智勝都不肯展步繼續競跑 等待一段時間馬匹慢慢展步恢復競跑 最後都叫做跑過終點完成比賽 但已經是遙遙落後 賽後莫雷拉被指用邊不當 被罰款港幣1萬元 不過巴基智勝的馬主丁志強 力撐莫雷拉的做法正確 由於先前事件 巴基智勝需要試襲合格兩次 包括一次沙田草地16米試襲才可以出賽 不過在10月3日進行的草地16米試襲 巴基智勝再次在近14米段處拒絕展步 之後馬匯受新董事小組要求 他必須在草地跑道對面的直路上 進行兩次從1800米處起步的快速 及兩次田草16米試襲合共四次測試 並且要連續合格才可以再次出賽 起幕後細心打理 循循善友 總算見到成果 巴基智勝通過所有考驗 並起18年2月25日久休復出香港金杯 距離上季出賽隔了8個月那麼久 這場賽事馬匹重交蔡明肇 出閘又慢了慢 不過可能跑2000米緣故 馬匹很快就跟上主馬群 但這場馬匹實在狀態未夠十足 直路衝刺可見力度普通 溫速追回第四 之後再看三甲馬 馬克羅斯其後大敗 明月千里有傷 四季王表現下滑 感覺這場形勢都跑傷了頭幾名的賽區 而這個時候狀態初起的巴基之聲 其實是以日代錄 之後兩次賽事馬匹轉向莫雷拉拆騎 不過不失跑第四 但細節是 後一場的二級賽主席錄 馬匹其實在比賽中 也是兩度拒絕前步 只不過最後跑近 董事小組要求他 在沙田草地千六米私集合格 才可以再度出賽 究竟巴基之聲是否真的不喜歡 至於拉騎呢? 這點是沒有標準答案 不過肯定馬匹的記性一定很好 經常在千四米斷柱都會有所停步 但回想昔日阻止巴基仔奪冠的騎師 莫雷拉又真的佔的次數比較多 怎樣都好 另外在4月29日一級賽女王杯 馬匹遇上新來的騎師 卻一拍即合 而這個人的名字 就是高多芬首席騎師 布爾賀 巴基之聲在布爾賀 拆旗下一改以往六集 甚至不肯展步的六集 跑起來清風送爽 令人相當驚喜 以往晚集多過吃飯的巴基之聲 幾乎是今場最快出閘的一拍 外面位置艾恩遺跡 再後面四隻 英雄奈蘭 外面位置還有達羅素 奈蘭有大紅圖 拍著鮑尾黃衣那隻 在外面 就是平海復星 好了 入直路 前面馬克羅斯佔先 蔡王貞走了上來 見到外面位置追有艾恩遺跡 綠色衫馬林有巴基之聲 馬林中檔追 還有這隻大紅圖 再在外面上的馬 就是平海復星 最後二巴 巴基之聲先騎出來 馬騎下去 越騎越厲害 拋離了三個身位 中檔位置有大紅圖 入面英雄 外面平海復星 巴基之聲 贏出外比女王 杯跑第二名大紅圖 第三名英雄 第四名 布爾學未跑巴基之聲前 眾多馬林已經心知他的騎攻一流 但駕馭到這批性格巨星 始終令到所有人驚訝 而且巴基之聲 長年備受追捧 這場 他是馬匹第一次的一級賽勝利 長年累月的試襲 面臨能否退役的危機 一切都苦盡今來 而這一場 平海復星的安上人莫雷拉 此情此境 又未知有什麼感受呢 當然你會說當季水準未必太高 大熱門馬克羅斯 又因為香港金杯那場用多了 但三個馬位足以證明 馬匹是贏得有說服力的 或者可能是布爾學的姜誠特別夾隻馬 但季冥的遮打杯 馬匹轉交背湯尾 表現是有盡無減 這場馬匹大戰以後的馬王時時精彩 單打獨鬥 但二百米斷柱馬匹大步追過 起末段做到二十一秒七的表現 這場利盤雖然贏馬距離短了些 但實際表現是比上賽有過之而無不及 由出賽那場天馬行空的贏馬 再到因為遇上佳龍區每每飲行 再到罷跑面臨退役 再到十級而上贏取兩項一級賽樹榮 把技致勝的服役生涯充滿食菜 對試盤的投注者 馬匹是輸死人的馬 對星斗市民來說 馬匹卻被視為輸在起跑線 贏在終點線的精神寄託 性格巨星總會是雙人刀 總是野人討厭又野人喜歡 但香港馬圈能夠擁過一匹如此出格的賽具 是香港賽馬當中一塊不可缺少的拼圖 馬會自己都知道 巴基之勝於城中所帶來的熱度、流量 會為推廣賽馬運動有不可多得的推動 所以 巴基之勝的成就其實是遠比兩場一級賽高 他比其他歷史名區有多一種滑時代的影響力 起一八至一九馬貴及一九至二零年馬貴 馬匹卻無復舊官 連場止於接近卻未能再贏 即使轉倉去到蘇寶羅訓練 只是稍有改善跑入三甲多 一里遇上馬王美麗傳承 性格又不算善跑短途 巴基之勝輸都盡有道理的 但在一九年四月二十八號女王杯那場 配賽名少沿途跑包雙位 但回來三甲不入 就見到馬匹的能力是有退到 不知是否因為早熟所以早殘 畢者不肯定 但整體來說 馬匹從四歲馬大賽就應徵戰多場 也因為整日屢次試大閘 厭戰都不是出奇 不過從蘇寶羅時看 馬匹的鋒芒已減 在2019年11月17日當日 巴基之勝的續馬會短途錦標 安常人換上了蝦恩 不過起步之後沒多久 又一次不完展步 最終拉停 很快地12月6日 巴基之勝宣告退役 正式結束他在香港的競賽生涯 巴基之勝被運往阿聯 由杜拜延續他的競賽生涯 在2022年5月 巴基之勝退役後 被送往澳洲墨爾本的 Living Legends 移養天年 整體看 巴基之勝的勝出率並不高 27場在香港的賽事 只是贏出5場 但要說他是一筆頂班馬 相信也沒有人有異議 來到影片的尾聲 畢者想對巴基之勝的霸跑 有多一些延伸的補充 有人認為巴基之勝在14米處霸跑 可能因為馬匹在這個地方出過什麼事 但到轉倉後 蝕恩跑的12米賽事 甚至遠至杜拜 都不是同一個場景 為何馬匹都會霸跑呢 其實馬匹不是機器 都是動物 都會有一個自我的防護機制 會用某些方式去抗拒 不管自己的環境或狀況 只是巴基之勝用了霸跑 這種看似霸道又任性的方式 而正因為馬是記性好 又膽小的物種來 一旦出現第一次霸跑 接二連三的霸跑也有機會發生 會成為了習慣 當時莫爾拉堅持把馬匹騎到終點 正正是想令馬匹停止這種想法 但第一次霸跑的時候馬匹是基於什麼原因呢 我相信真正的答案 就只有巴基仔自己知道